同情同仁 今天大家晚安 學著禮拜六 再兩天以後就到的 凱達格蘭基金會募款兼感恩餐會 到底前總統陳水扁 能不能如願來北上參加 這一場老朋友的會議 重點在於中間的決定 怎麼樣到現在為止 今天更拜師 遲遲未能做出決定 到底是矯正署法務部 還是說有更高的成績來決定 不管怎麼樣 這件事情真的很有可能關鍵到 整個社會對於阿彌雅 對於貴家政府 尤其對現在政府 會產生不同的反應 我們今天也會請到阿扁的 民間醫療小組的發言人陳昭志 等一下也會跟我們電話來連線 同樣的到底馬英九 要去香港這件事情 他合不合法 違不違法 還有他只是去香港 還是他整個規劃 包括新加坡 包括中國 包括美國 那滿久你下來以後 你到底還想要做些什麼事情 各位朋友 我們請你給各位介紹 現場國內民第一位 立委黃偉哲 老師好 大家好 廣民黨文聰院副主委 鄭世偉 大家好 過來我們三位知識媒體人 康康 大家好 翁水長 大家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陳靜蘭 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凱達格蘭學校 募款餐廢阿彌雅 在520已經接受國宴的邀請 但是他相忍為國或是為社會 他沒有出席 難道在這種情況下 連禮拜六的凱達格蘭餐廢 跟自己的朋友見個面 都有那麼難嗎 對總統的關心 所以就這個參加參會 中間讓人拿錢 這個計量兵回去 凱達格蘭基金會董事長 陳唐山拿出特別製作的 復刻版扁帽 要在星期六的募款餐會上 送給所有的支持者 不過當天最大的驚喜 是前總統陳水扁 打算親自出席募款餐會 我現在拍到 現在拍到 拍到的事情 其中的原因 可能是大家有些記者說 當時都要出來 給大家去親一個面子 本地的主題 當然是 我們說差不多 100都相加算 現在我想 應該超過140都以上 陳水扁的高人氣 讓募款餐會早就爆滿 但是保外就醫的陳水扁 必須法務部矯正署點頭 才能出席餐會 傳出矯正署評估之後 傾向拒絕讓他出席餐會 只能回到民生東陸的老家看看 如果參加活動是有助於 陳前總統的一個醫療狀況的話 我覺得中間應該是要重寬認定 黨內立委主辦單位以及支持者全力相挺 讓陳水扁下定決心 透過幕僚轉達會尊重醫療小組的評估建議 一定會出席猖愧 現在就看角正署願不願意點頭放行 好這件事當然是社會有各說各話的重案 但是隨著我就問一下 在這個地方難道政敵跟醫療專業也各說各話 沒有一個交集嗎 因為六月四號禮拜六轉眼極致 那麼按照行政慣例的話 我不太相信今天台中監獄 因為台中監獄應該是這個案子的 最直接的審核決定權的人 當然不是最後的決定權的人 那他是最直接審核的人 所以我不相信台中監獄在今天以前 在今天半夜以前都沒有把相關的初步結果 告訴他的上司叫做矯正署 那麼矯正署也一定要把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結果告知他的最高層的上司叫做法務部 不要忘了有關於阿扁當時保外就醫 就是按照這個程序一關一關過去的嘛 那麼當然這個台中監獄他可以有很多種的一個說法 那麼不管他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目前包括這個傳出來是 這個台中監獄認為 陳水扁前總統回到他台北市民生東路的住處 那麼如果能夠回到他的住處 有助於他的心情的改善 病情的好轉等等 他們是同意的 但是他們認為說這個有關於凱達格蘭學校 這個活動募款餐會呢 他們認為這個是政治活動 還是政治意味濃厚 所以傾向於不可准 那這是台中監獄的初步審核 如果是真的這個樣子的話 那麼我們尊重台中監獄自己本身的這個決定 那當然台中監獄是誰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的 那事實上包括做出這樣的決定 台中監獄自己本身他的決定的這個評估 是否能夠有比較科學的這個等於說經濟期考驗 比如說陳水扁醫療小組的專業的一個建議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來討論的一件事情 這個不管怎麼樣 陳水扁的問題 我上個禮拜已經在我們節目裡面 這個表達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來賓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這個言論自由的社會嘛 那麼最後你還是必須要按照程序來 多可惜的是說你既然要他提出申請 你就應該從頭到尾就說清楚要怎麼申請的方式 而不是一下說這個一下說那個 一下說傳證不行 一下說正本一下說醫療小組的評估報告等等 我是覺得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可惜了 那不管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因為禮拜六轉眼極致這個事情 我這個事情的政治效應 我不相信只是一個單純的保外就醫 然後能不能參加這樣一個單純的一個評估這樣而已 因為馬上跟我們即將討論的另外一件事情 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綠營跟藍營 深藍深綠的支持者裡面都會有連動的關係 就是馬英九能不能出國的問題 所以至少如果萬一最後做成的結論是法務部認為不妥 所以不肯讓陳水扁前總統去參加的話 那麼至少我覺得這個建議是中聯晃提出來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比較人道的方式是 你至少好歹跟去年的申請一樣 讓他有個機會用一個視訊吧 一個視訊吧 我們台灣要去見肯亞的詐騙集團 被送到中國去了 看不到人 人家好歹還給你一個視訊看 這個之前就有聽說 但是這個視訊是他人在高雄老家 在台北市民生公路老家 還是在現場的視訊 所以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處理這件事情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不是單純 你不要跟我講那個保外就醫的事 我跑新聞跑了三十年 從國民黨政府到民進黨政府 在國民黨政府又到民進黨政府 保外就醫啊 沒有真的像想像中你們每次的執行 都這麼的遵守規矩啊 為什麼 臉眾人聽過沒有 臉眾人在彰化的時候 嚇到到什麼程度啊 帶兩把槍進一會掉出來的啦 直接押記者去叫他正在沙石場的門 因為記者老是找那個彰化縣政府的麻煩 這樣而已啦 因為他挺國民黨的彰化縣長嘛 他就叫記得站著 從後面開兩槍嘛 就是這樣子嘛 臉眾人還可以讓他保外就醫呢 你知道嗎 雖然是專病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 保外就醫就是百分之百 按照司法 按照健康 現在這件事情就是 但是我並不是認為說 好不你都一定要屈服 你就一定要他怎麼樣 但是你至少依法行政 依法審理嘛 然後呢 你對相關的人 就即便你要讓他的支持者失望 叫做阿扁們 扁名現在叫做阿扁們 我告訴各位 過去我剛剛看到那個最新的這個扁貌 我們有一位政治人物呢 當時屠大學的時候 他的教授是藍的 是深藍的 可是他從頭到尾都堅持戴一個扁貌 那個人就叫何博文 他從來就戴個扁貌 我不管 那是我的堅持 所以阿扁曾經帶給很多人 很多的希望 很多人的這個 當然他也當成很多人失望了 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面 一定要非常的慎重 當然毫無疑問 這件事情照道理講 中間考慮的就是醫療團隊的 專業的爭議 可是顯然他們沒有這麼做 那沒有這麼做 OK 有可能有各種原因 可是各位朋友你們想看看 用政治的考量 沒辦法把阿扁去 各位各位朋友 這不是白兜 那個白兜的變成冰島 靠靠 阿扁都接到520 不管是新政府 就這種520國院的邀請 那個都收到邀請 他沒有去 那為什麼凱達格蘭的參會 會弄得這麼複雜 這麼難以定奪 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就很複雜 很難以定奪 我基本上我是不太贊成 陳水扁總統的家人 跟他的朋友 去搞這種基金會的事情 因為蔡英文才剛就職10天 那蔡英文現在碰到 兩位前總統 給他出了這麼多的難題 那在政治考量 多於一個法律規定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件事情 本身就充滿了敏感性 你要說服我說 醫療小組的建議說 他去參加這個參會 對他的身體是有幫助的 打死我我都不接受 如果說要用特殊的待遇 說他是前總統 他這個因為是蔡英文的貴人 要提拔蔡英文 所以就逼迫法務部 逼迫中間要給他一個這個規定 那你們就從政治角度來做 現在不管是馬英九方面 或是陳水扁方面 都用這種放話壓制 然後逼迫的方式 讓小英處於非常困難的狀況 那陳水扁就不能忍一忍嗎 現在這個國家的這個局勢 陳水扁總統我跟你說 你在這四年當中 你就保衛就醫 安安穩穩的在高雄住下去 等到下一次小英當選連任再說 如果這半年一年搞得這個政績搞得不好 什麼都不行的話 搞不好到了這個過了兩年以後 2018都會大輸特輸了 那你陳水扁還有什麼前途啊 我的建議是 陳水扁身邊的兒子或是朋友 可以忍耐一下嗎 這個你們可以為國來委屈一下嗎 需要這樣嗎 韋哲兄 這句話我在520之前我也聽過 這些話也聽到 我當時聽也覺得有一定的道理 現在同樣的理由 現在要用在凱達格蘭 他依舊有效呢 還是需要一點說服力 其實我要先聲明喔 我站在外國立場 我當年七七阿扁也能去出席參會 當然因為阿扁已經說過 就是說他的醫療小組講說 這不是一個政治活動 那有人相信是政治活動 有人認為說不是政治活動 阿扁也講說不上台 不發言不受訪 把那個政治性降到最低了 那再加上醫療小組認為說 這個對他的病情是有幫助 什麼叫做有幫助說 參加那個活動就感覺被肯定 以前的門生顧舊好朋友們 大家來看到阿扁的時候 他很開心是一個很溫馨的 這對他的心情來講 我們等一下會講療癒 就是會對他有療癒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其實 當然我同意就是說 現在可能小英面臨一些思考 那現在已經變成 我據那個LINE的傳言 就是有阿扁的朋友們 有提到說 那個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 阿扁發的 但是至少他們轉說說 現在已經變成說 馬放我 蔡官我 不自由勿寧死 說好像這已經是很嚴重了 結果如果阿扁前 我們當然知道阿扁前總統 現在現在已經可以保外就醫 很多人他的朋友 還是說所有的民進黨的公職 包括大家都很關心他 那個時候是馬不放他 結果現在就變成說馬放我 我覺得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是有點我真的有點感覺怪怪不好 我很難接受 我剛剛不懂你說馬放我 蔡抓我 我們是逼著馬英九才放 可是有人認為說是馬英九手裡放 那我是覺得說 難道這樣是感謝馬英九 阿扁會感謝馬英九嗎 我相信不是吧 大家多少人 包括醫療小組的朋友們 做了多少努力 才逼著馬英九 在那個時候必須讓他這個保外就醫 因此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當然是希望阿扁前總能夠 這個事情能平和落幕 然後能夠對他的身心有幫助 了解 好 各位朋友 那個阿扁的民間醫療小組的發言人 陳昭之醫師 昭之你在線上嗎 我在線上 最後有希望各位來賓大家好 請教一下 現在到目前為止 你們從中間或者甚至是 角證署或者法務部所接到的 目前現有的最新的訊息是什麼 沒有到目前為止 我剛剛就是在連線之前的一分鐘 還在跟這個家屬跟志中這邊做確認 所以目前為止 中間還沒有正式給我們任何官方的通知 目前所有的訊息都是來自各個管道 大概各個管道的消息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收到正式的通知 我的瞭解 你剛剛跟陳順勝醫師他們剛 我們現在都還在一起 我現在都在一起 那我請教一下 阿扁的態度是什麼 陳總統基本上他會尊重 他的醫療小組的建議跟評估 那這次不管你用生理也好 報備也好 我們提出來的醫療評估 要跟這個所謂的計畫書 其實是這個醫療小組 提出一個醫療需求 那所以我們把這資料送到中間去 所以陳總統會遵循 也會尊重 也會遵守他自己的醫療小組 所做的這個建議跟決定 這樣聽起來我們假設中間 最後的結果是不宜出席 那這個決定跟醫療小組 的內容是不符合的 是不符合的 那然後呢 那陳總統會尊重醫療小組的建議跟計畫 所以你們現在如果假設一直到明天 我們這麼講下班之前中間 第一個還沒有給你們答案 第二個給你們答案就是說 很抱歉不宜或者如網路所傳的 最多就是回到台北市的民生東路老家 但是不宜出席 因此你們的決定就是醫療小組的 專業建議作為準則 仍然會去執行 而且這次其實原來這個 又是參會的那個醫療評估跟計畫 其實重點本來是跟支持者在一起 讓他能夠參加自己他自己創辦基金會的 一個很感恩餐會 那因為到北上來 所以陳總統覺得說想到回到他的老家看 就是去看一下他老家 所以事實上主要的主場 應該是在這個餐會本身 而不是這個民生的預所 但是既然北上的民生預所是加入 這個整個這個過程的這個評估 所以基本上會遵照醫療小組 原來的規劃來進行 好那請教一下你們剛 所以你們剛剛的討論 就是你們現在跟陳孫之一上面 你們已經討論到了 萬一中間明天給的答案 不是你們所希望的 專業裡面所希望的 你們也知道你們要做什麼了 是 我們基本上今天討論的 其實不是決定我們要不要參加 而是從陳總統從高雄北上 那一路上他的交通安排 他的過程接送 然後到媒體的整個處理 因為陳總統現在沒有任何公司員的資源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靠那個志工跟醫療小組 大家這個想盡辦法 還有他過去的一些部署 我們自己要把這個整個全程的這個安全 跟那個順暢度 然後包括現場 包括這個在場外交通的部分 包括從民生預所到這個參會的這個現場 所以這是醫療小組跟志工 其實是扮演的超出我們醫療小組 過去的那個專業跟處理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得到國家資源的那個支持 所以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在 我們還是如舊 如我們所醫療小組所建議的那個計畫在執行 我們今天做了一些細節的確認 是 那個我這麼問直接一點好了 現在社會上也有一些聲音支持阿斌亞來 但是要請阿斌亞或者支持者顧慮到小英政府的立場 你有什麼看法 從這個觀點來看 那我想請問如果國宴參加 國宴其實是政治性是很高的一個場合 如果蔡英文總統邀請了陳總統去參加國宴 那但是總統因為不想讓主人有負擔 因為他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師隨行 還有他需要外勞的一些扶持等等 衛生的一些處理 所以或是私交的問題還沒有去參加 那如果國宴邀請是一個比較政治性場合 都已經要發出邀請了 那為什麼一個自家的這個參會 大家會覺得是反而是負面的 所以基本上我想在這個說法上 國宴的邀請事實上已經提供陳總統參加六四參會 有一個相當的正當性 是了解 來 依賴 早知請教一下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你的意思是說 不管公權力做出任何的決定 你們就是會去參加 是這樣嗎 我們按照我們的醫療這個小組的評估來做 事實上我們本來以為中間要請其他的醫療人員 也許包括中榮的這個各個人來了解這份評估 這個我們的評估在要跟我們的計劃書 但事實上我們了解昨天並沒有完成這個審查會議 那沒有這個審查會議等於是用行政來處理或否決 假設大家現在的傳聞是真的 那等於用行政來處理這個醫療小組的評估 那這個是不恰當的 踹步尊重這個醫療專業 那這裡面有幾個面向 第一個人是情感的動物 那那個情緒會被擾動 雖然說陳水扁總統到那裡可能本來是規定說不講話或是怎麼樣 可是看到了我想那個場面會是什麼樣 這是一個狀況 還有一個如果去了 公權力說不能 你們去了 那他的保外就醫 因為這個狀況 然後取消保外就醫 然後再回監獄 那這後面的一個後果 那等等等等都要做一定的考量 還有現在看起來所謂的藍綠衝突 那對於這個陳正平總統 如果 前總統如果去了那裡 那引發了這邊更多的這個抗議 除了我們在講的 那不同支持者的那個團體的抗議 那也會形成另外一種這個壓力 就是三個狀況 一個他到現場的一個狀況 人的情緒一定會被擾動 因為看到鄉親那個悲從中來也好 然後喜急而泣也好 等等等等的狀況是不能想像 因為如果是照這樣講 140座有1400500人 再加上志工等等 這是一個狀況 那有沒有抗議也不曉得 這是一個狀況 還有一個 公權力他可以把你保外就醫的這樣的一個狀況給收回來 這個都有考慮嗎 是 其實陳總統在高雄的時候 包括我們這次也把我們計劃書讓大家了解 他參觀美術館 總圖書等等 其實他已經做了一些社區的一些附件 對 跟所謂的創傷復原的復健計劃 那這次其實我覺得是國宴引出了這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陳總統是參加另外一個形式的活動 那我來講的是 大家都擔心說綠營的政府 軍執政的時候的問題 但是當小英總統他發出了國宴邀請的時候 其實小英總統是基本上是給釋出了一個善意 那我個人覺得其實是如果能夠妥善 這幾年來陳總統支持的一些感情上的壓力 讓他們有個程度 不管釋放或是說 陳總統也想念支持者 支持也想念陳總統 我倒覺得這對綠營的執政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力量 因為事實上在經過這次妥善的處理之後 其實綠營的支持者 尤其是陳總統支持者 是會全力來支持這個新政府 專心的處理很多我們國家現在要面臨的各種狀況 招之 招之 我是王瑞德 是 是 是 但是剛剛金蘭的問題裡面有一件事情 我還是必須要請教你一下 就是萬一 萬一最壞的狀況是 中間他否決了 不讓陳總統到現場 那麼現在聽起來就是說 醫療小組的建議應該還是會到現場 萬一真的把外就醫給取消掉 你們有沒有跟這個陳總統 還有他的家人討論到這一點 那萬一真的這樣的話 該怎麼辦 有討論到後續的備案嗎 我想就是說你們提出的這些問題 醫療小組跟陳總統是會思考過 但是我想在這邊作為媒體人的各位 我也祈求你們能夠呼喚 一個基本的醫療跟人權 過去在國民黨籍的很多在保外就醫狀況 有的可以出國 有的可以競選 有的可以是在在過很多很公眾的生活 那今天其實大家談到這個陳總 問題本身對他就是不公正 因為一個保外就醫的受刑人 他事實上他的行為 他事實上沒有人這樣對待一位 保外就醫的這個受刑人 所以基本上當然你這個可能性 我們不能說他不存在 但是我們了解 那我們知道在醫療上 我們目的就是要幫助陳總恢復 其實很難恢復啦 他的狀況曾經學著檢查 他現在的狀況還是往下走 所以我們希望陳總統他的 對他的大腦退外性病變 有一個復原的機會 那這個是他期待的 那我想請問如果去年 繳勝署是通過的 去年他回到家 其實5月的時候辦的這個餐會 繳勝署是同意的 是被法務部否決掉的 那去年是同意的 為什麼今年會有不同意的狀況呢 所以為什麼剛開始在初期 我跟大家講說我們並不是不申請 因為去年是同意的 而且陳總統這個部分 每三個月有一次保外就醫的評估 每個月都有例行的方式 其實他所做的社區的復健計劃 這些內容其實我們一直都是交往中間的 有時候保外就醫的那個評估報告 超達300頁 還有20幾分鐘的錄影 這個資料都非常完整 所以很奇怪這一次被當作 大家當作一個那麼大的焦點來討論 我覺得是從國宴的邀請 那個地方開始 大家才關注到這件事情 好 謝謝招姿你提供了非常多關鍵性的資訊 就由哥來來講 我非常希望阿彌亞禮拜六能夠在現場 謝謝 謝謝招姿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朋友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多謝 各位朋友 這是一個政治 現實 醫療專業 還有一個感情的糾葛 韋哲兄 李導工叫你個人的意願 你是希望他能夠上來 聽起來你是另有考慮 或者另有一些面向 剛剛招姿講的這一些 你的看法怎麼樣 第一個純粹從情感面 第二個純粹從地緣台南 第三個我覺得其實 就是說陳前總統已經忍很久了 從八年的馬英九執政 那時候他要求得一個 在監獄中一個比較好的待遇 那個時候是怎麼樣讓他趴著寫字 然後現在後來給他零點幾瓶 一瓶的那麼小的空 一點六瓶的空間 比蔥之鳥就還小的那個空間 然後呢 這個接下來又說 把他弄到這個桃園醫院 然後弄到這個中榮 然後到培德醫院 然後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坦白講那個時候的媒體 那個時候的藍居是怎麼 那個時候的馬英九怎麼修理他 馬英九那個時候怎麼講說 喔 把陳水扁保衛就等於放他出去了 馬英九那個時候是那樣子來對待陳前總統 所以其實坦白講 這情緒他很壓抑很久 好不容易判到2012年 那個時候有沒有聽說 蔡英文後來落選 有一個新聞說陳水扁前總統很傷心說 哇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再出來 說那個時候是這樣 所以好不容易現在已經 已經能夠把外交易 他當然希望說 能夠對他身心狀況 有點比較好的 是 所以才有這樣的一個期待 是 四位兄 一個總統整年六年半 七千五都是病 今天說實在 如果不是藍營 有那麼多 這個社會 我覺得是應該可以接受 藍營有辦法接受嗎 謝老師我想我必須聲明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那剛剛或許這個召集人陳小姐 他有講 他講說 這個陳前總統 他如果去參加這個 這個參會的時候 他就是單純的對醫療是有幫助 而且之前以前的這個保外就醫的 甚至於怎麼樣怎麼樣 剛剛瑞德兄也有講 我必須講 過去那個時代或許不合理 過去那個時代 因為這樣子做 所以說大家對於司法改革的工作 大家很期盼 那今天你又是貴為以前的這個前總統 那今天你的一言一行 包括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這個馬總統 也一樣 我相信我們民主的一個法制國家 我只有講吧 現在的一個政府 蔡英文總統 你一切就依法行政嘛 法務部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嘛 那我剛剛委員我已經講過了 過去那一些受人這樣子評論的一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現在民眾希望司法改革的 就是你們下台的原因 因為這樣子 對啊沒有錯 我們也受除傷害 那我們不要講那麼有 但是同樣的 你今天陳水扁前總統 不要忘記了 他是有司法定念的案子 還有司法會審判完的一個案子 他必須要去面對 他今天保外就醫 是因為他身體出了狀況 好了 那如果假設你今天是硬要去的時候 好了 那你如果說要把這個保外就醫也給毀掉 或者是說你要制造前例 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現在的政府 你就是依法論法 依法行政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相信社會自有公平 好 我再繼續問一下司委兄 剛剛早知提了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今年的感恩參議員 矯正事是董事的 矯正事是董事的 送到法國部就打回來 這樣有專業 同樣的我講 現在你法務部 你也可以做啊 你法務部你決定怎麼樣子啊 現在我就講 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蔡英文總統上任的時候講說 他是來解決問題的啊 好啦 現在不要講說陳前總統 或者是馬前總統 給你知道問題 那我看你執政團隊 你怎麼解決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現在不要再講說過去 過去過去有執政的考量嘛 我相信民意 大家會來做監督 那同樣的大家社會也會來做一個檢視 你現在怎麼樣做 那當然以後人家就會來品德論主 是一樣的道理嘛 我實在沒辦法理解 就我個人來講 我沒辦法理解 一個國家社會可以對一個 已經關了六年半 這中間政治的操作 就不用講 關了六年半一生病的人 這麼的真真計較 我這個我沒辦法接受 謝老師不是說計較 我相信我剛剛就講 我們是一個民族法治的國家 一切以法論法 今天大家或許會去講說 陳前總統已經關人了 好了那其他的受刑的人 他不是人嗎 那這樣子所有的都有特定對象 那政治就能夠干預司法了 那這個國家就亂了 謝老師這裡面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馬英九對阿扁是怎樣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呢 他不是把他正常對待嘛 這不應該考慮一下嗎 謝老師這裡面有非常複雜 很多的藍營都認為 陳前總統已經是裝病 到現在還不認為他有病 所以這藍綠中間的那個意識形態 是非常非常針對跟對立 就像現在很多綠營認為 馬英九應該抓去關 不能讓他出門 否則他會跑掉 所以那個對立的本身情勢 是非常嚴峻的 那這裡面有一些狀況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陳前總統 他還有一個凱達格蘭基金會 還要募款 那個政治能量 政治能動性 我覺得是有的 他可以搞到140座 那後面能產生多大的 那個捲動出多少的能量 這不是你能夠想像的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 藍營好 你蔡英文 你法務部最好把它放出來 因為放出來是 你們要去收拾這個 但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藍綠對立的那個狀況 會更尖銳 那這個部分是現在看起來 蔡英文特別在中山女高講 他會維持穩定平衡 大家的利益往前走 他很清楚這個各方面 在這裡面的對立的情況很嚴重 他一直想努力的維持穩定平衡 各方的利益 然後能夠往前走 那現在看起來 陳前總統這邊給他出狀況 那馬英九這邊也給他出狀況 那那個穩定就不存在 就是這樣動盪動盪 那現在就考驗 蔡英文 了解 隨著 那我這樣問一個問題好了 難道小英政府要考 因為考慮到 藍營群眾對阿扁的想法 而去做出另外一個決定嗎 藍營對阿扁不夠狠嗎 藍營對馬英九對國民黨 不夠鬆嗎 我是覺得今天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阿扁了 抓去整個第一天的第一年 你去辦桌可能四十桌 不要說一百四十桌 四十桌都沒有 那為什麼今天會 金南蔣啊 水鐵 為什麼今天會拼桌 關了六年半沒有差別嗎 這個剛剛講到 蔡英文在中山里高說 現在台灣的狀況是穩定跟平衡嘛 我贊成啊 那麼絕大多數台灣人所支持決定 然後創造更幸福的未來呢 我也贊成啊 穩定平衡並不是表示 我們不要挑釁 不要挑釁到 要在WHA上面直接連一個 台灣都不敢講 你是用熱臉去牽人家冷屁股 你釋出善意對方接受的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 因為你一個台灣不講 所以呢 你蔡英文新政府 民進黨新政府 你的善意我接到了 所以我就OK了 你就過關了嗎 是這樣嗎 海協會六十幾個 海基會傳來的相關的案件 我連理都不理你了 這個有時候 我們要非常的小心處理 尤其新政府要處理兩岸的問題 沒有錯 要處理藍綠的問題 沒有錯 當然穩定平衡 如果按照這個道理來講 穩定平衡到後來是 阿扁不准去 馬英九一定要讓他去 是這樣嗎 為什麼 很簡單嘛 如果穩定平衡的話 阿扁不准去 藍營大家會有很多的意見 然後會激起社會的動盪 那馬英九一定要去 馬英九不讓他去的話 藍營又有一大堆激盪 然後又有很不爽 你怎麼可以這樣 人家申請你又不讓他去 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那個水定 你想想看 我們看 藍營現在從黨主席 一直到馬英九 他們對於黨產 對於所謂的轉型事情 是多少的考試 剛剛世維兄所講 我補充一下 剛剛世維兄所針對 我剛剛說的 包括年眾人在內的 一些人的保外就醫 這些人他說 都是過去的事 各位過去的定義是多久 過去的定義是多久 這幾天法務部長 邱泰山正在講說 台灣的監疫 應該讓他更有 等於說人性化管理 至少要有個床 我問各位 陳水扁前總統 他在監獄裡面 這樣子寫稿 對不對 趴著在裡面 這樣折騰他六年多 然後還有一度 還想把他的生活 就直接在法務部的網站上 可以看他24小時 過去是多久 為什麼這樣講 你國民黨執政 你的法務部 跟這個矯正 抑證是怎麼搞的 去年發生什麼事 去年在監獄裡面 有總裁辦公室啊 有沒有 沒有 貪污腐化到如此的禁定 對陳水扁是追殺成這個樣子 對貪污腐化拿人家的錢 然後這些年來 對總裁辦公室 可以在那邊披公文 然後可以在那邊 弄了一大堆的 亂七八堆的東西 你馬一九政府 你在搞什麼東西啊 是在過去嗎 這也不過是去年 發生的事而已吧 是 那個 蔻蔻 我覺得這個問題 因為他有很多的情緒上的 這種這個波動 你真的要談起來 還滿麻煩的 唯一的就是說 剛才陳昭之說 有國宴 所以應該讓他去 因為蔡英文總統釋出了什麼訊息 但是據我知道這個國宴是 舊的520之前的總統跟新的政府之間的籌備委員會 按照過去的規定所發的 後來民進黨方面也做了一個澄清 那第二呢就說 高高 這邊我補個一個問題 很多樣都要問 假如那個時候520阿彬亞說既然收到國用 不管哪個政府 政治收到國用我就來 你認為中間會怎麼處理 他就要去申請啊 那他申請中間不准 他那個蔡英文也沒話講 馬英九沒話講啊 因為馬英九的團隊是按照規定發給他呀 你講到馬英九 講到馬英九團隊我請教一下 我請問我真的 你沒有辦法說服我說 現在在保外就醫的陳水扁 到了凱達格蘭基金會的募款三位上 跟老朋友見見面 然後他老朋友也想見他 老朋友想見他到高雄去見他 這件事情是跟錢有關的事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陳家做任何事 都要跟錢有關 寇寇沒有人要說服你 我們現在各自說出一想法 我幫很多人提出個問題了 很多人講說 那阿扁怎麼樣 其他人怎麼樣 我到現在事實就是 阿扁就不是普通的犯人 阿扁如果是普通犯人的話 寇寇 馬英九會讓那些特徵組 排隊排開 一直排開 一定要辦出水落石出 辦出一個結果 不然我們就辭職 他們對哪一個 他對王宥正有這樣子嗎 對陳友浩有這樣子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事實 阿扁就不是一個普通的犯人 就是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的 保外就醫的前任的總統 他是民進黨當時兩千年政黨倫地 大家推上去 然後他的家庭的貪污 跟他自己處理的問題 讓民進黨的這個政黨死了八年 好不容易又起來了 他為什麼還要出來攪局 這是我的看法 他把台灣精神 他把當時我們兩千年的時候 2004年的時候支持陳水扁的那一股 信心跟那一股盼望給浇滅了 這是我對他的意見 因為你是前任總統 現在蔡英文才上任14天 你們就不能忍一下嗎 魏哲 我還是必須說啦 其實對陳前總統不妨 我還強調2004年我是支持他的 為了這個我還離開了我原來的電台 我還受到打壓 哪個人沒有受到任何的打壓 政治上的壓迫 其實這八年走過來 其實民進黨任何一個人 包括我們自己都蠻苦的 那陳前總統自己心裡面的情緒 跟他的一個其實我如果之前希望說他保外就業 也是希望說從人道能夠人權 能夠讓他能夠當初還沒有熱水 當初沒有床 當初還怎麼樣是法務部要用種種的方式 苛扣他 所以說看待他去參加這個活動 如果能夠從人道吧 然後他已經講說他不做這些事情 會讓大家覺得有政治性 那如果說好吧 那你中間或是法務部在講說 好啦 除了這三部之外 你還要怎樣怎樣 你開出條件來嘛 你看阿扁前總統 我相信他真的純粹只是要做這樣的話 他應該也會接受才對吧 我講一個德國重量級的政治人物跟我講的話 他說他阿扁如果有拿錢 他應該關 經過關這麼久他就問 可是你們好像完全不考慮 他在戒嚴時 他對臺灣很清楚 他在戒嚴時代冒著生命身家的危險 投入美麗島的救援 一直到最後他犯的錯 可是好像這犯的錯 前面的疫情完全一筆勾銷 他就跟我講他沒辦法接受 那這段先告訴大家 休息一下 讓我們繼續 感謝 各位朋友 台灣現在這個問題 阿扁要為南部客人來北部吃這個飯 不可能很麻煩 阿馬英九呢 他要去香港 進行傳出來 欸哥哥 他不是要去香港 他之前還要去新加坡 很多人就在問他 那下一站是不是中國 馬英九這個卸任總統 他到底腦袋在想什麼 回歸祖國阿 去這個促統化毒阿 然後收拾舊山河阿 這個很明顯的嘛 是 他要到香港那個 就叫做祖國 精心設計 在這個卸任之前 自己給自己搞一個 第十三任 卸任總統副總統的一個 出國出境相關 這個真的是他自己弄的嗎 這他自己弄的 因為我們問了總統府的人事處 原來他們其實總統府 就有一個總統府的相關的人員 出境的辦法 結果呢 馬英九在520之前 就要人事處理一個 他們兩個人 馬英九跟吳敦義出過辦法 就弄了一個十五天 十五天 然後這個十個工作天核准 十五天前 然後申請 而且不是強制規定喔 只是建議喔 申請時間是建議喔 按照國家精密保護法 那是應該喔 應該在二十天前申請 然後這個施行細則 昨天人事處就告訴這個 總統府的發言人士說 按照這個呢 應該就可以核准他 他算得精精準準 十五天以前申請十天工作日 在十五號下午 他一點鐘搭飛機之前 剛好可以通知移民署 放他出國 所以扣扣 你知道今天最可惡的是 法務部呢 總統府方面呢 就說請法務部解釋 結果法務部呢 部長接受這個電視節目的電話 詢問的時候是說 要國家精密保護法的二十天規定 結果法務部聯政署剛剛出來 八點多鐘出來這個 這個發布聲明說 這個依照這個請總統府府方來決定 你知道這些舊官員 聯政署什麼東西 法務部的聯政署叫府方來決定 那府方說叫法務部研究一下 因為國家精密保護法的主管機關是法務部 所以法務部研究是應該的 國家精密保護法應該就是這個 國家精密保護法的這個 第26條之一的這個規定 26條之一的人員的規定 他應該是 施行細則32條的規定 對啊 應該是20天前申請 是 但是竟然看樣子 馬英九是有一套的想法 馬英九的爪牙在政府裡真多耶 是 怎麼樣他要取代聯戰嗎 以後他變成台灣國民黨 跟中國共產黨之間的 我不要講買一半好了 中間的那個key person嗎 那個關鍵人物嗎 會啦 馬熙會啦 二次也會啦 我覺得他有點太快 也就是說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就現在看起來都趴趴走 剛剛已經講了前總統陳水扁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前總統馬英九 他都讓蔡英文左右為難 因為這個東西整個都發展下去 李登輝有一個李登輝學校 這個陳水扁有一個凱達格蘭 看不出來馬英九要玩國內了 我看到他是要玩國際 所以他在520之前接受訪問 不管是你去看蘋果也好 不管是UDN人也好 他就告訴你了 他要寫回憶錄 然後他要做出國訪問做訪問學者 他要全世界各國去走透透 所以他不玩國內 他玩國際 那這個狀況下我們看到了 這個所謂的國家機密保護法 要有三年的這個限制 可是他又講了這個直屬叫總統府 所以他所有的都要送到總統府 總統府說好他才能出門 總統府說不好他才 他就不能出門 所以這又讓大家看到了 在蔡英文手上 這都不是普通的 我們在講的法律事件 他是一個政治事件 可是既然我插嘴一下 他叫總統府決定 然後他離開總統府 自己搞一個自己的法令 有這種人嗎 這個估計是520前 大概三個月左右訂出來的 所以我要講 他早就有盤算 而且很多人都問他 他說這是最高機密 你回想很多人問他 那你卸任以後要做什麼 這是最高機密 所以所有的安排 我相信早就安排好 他不可能馬上就要走 所以所有都安排打點好了 他一定不走國內線 他一定走的是國際線 所以出國到處去走 他還會走國內線 他會選中國國民黨主席的 不會啦他不會去選 中國國民黨主席 他會走國際線 他根本不想管這些事 他會去走國際線 他要玩的是國際路線 外銷轉內銷 出口啦 出口轉內銷 出口轉內銷 各位朋友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自由時報獨家 今天會不會三點外 前總統馬英九 最近向總統提出等等 結果會怎麼樣 根據查證 馬英九此行 原本的所在是新加坡 但是遭到推遲婉拒 所以出訪新加坡的計畫 才會延到八月到九月 我請教一下 世衛兄 後來馬辦否認 馬辦說沒有要去新加坡再轉香港 不管怎麼樣 他之前所做的這一些考量 我問直接一點 他一個卸任的總統 他要到處出去跟人家談 是不是下一站就是中國 謝老師這個我 我不是馬辦的人員 我也不是 我也沒有辦法代替他回應 他下一步是如何 但是以目前來講的話 馬總統 這個馬前總統 他所提出的一個申請 是香港而已 16月15號 他的申請 是他自己良盛訂做的申請 我同意你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今天講說 我就講依法行政依法論法 國家經濟保護法26條之一 他是包括了說哪些的人員 那私刑記者32條的時候 他告訴你講說 要多久 那要多久提出做申請 是 那後面他有一個但書講說 如果機關有規定的令進制 那剛剛康姐拿的那一張 如果抬頭不一樣 但是內文是一樣 內文是什麼一樣 這一張就是總統府 不是不包括總統副總統 是總統府所有的政務人員 他們如果有涉及國家機密保護法 規定26條之一 所有限制的相關人員 甚至於現在上任的這些人 我不是你問這個 我們現在關心的就是 馬英九一個下任的總統 他提出申請 謝老師 我們關心的就是 現在各種訊息都出來 我要問的就是 馬英九一個人 還有一年拿新代表八百幾萬 辦公室和市議和付費 那幾千萬 結果他如果出去 談的就是一種原則 台灣是中國有一部分 這台灣人我都接受 剛剛市委兄所說的是規定 那麼既然是說規定 我就就法嚴法 因為馬英九都說 依法辦理 依法行事 那麼最近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有錢的小開 因為路罵了護理人員 所以被判了拘役45天 那麼他就拿了錢 想說9萬塊我就拿到這個 執行科的檢察官繳了以後 不就判六個月以下 不都一顆滑金嗎 結果呢 檢察官認為他的行為 沒有太惡劣 沒有悔改之心 直接把他送去關 奇怪 而且法官也同意 不立刻滑金嗎 我告訴各位很簡單 德跟陰是不一樣的 什麼叫德跟陰是不一樣的 以前自首德減輕其行 以前最早是自首陰減輕其行 所以你自首就陰了 現在德是什麼意思 可以或不可以 這個裡面你看清楚 行李看清楚 裡面的規定是 應建議於出境前15天前申請 我們既然要按照法律規定 對不對 法律規定白紙黑字 就沒什麼好講 建議於 何謂建議 是什麼法規會出現這種字眼 請問建議是應還是得 你可聽可不聽 什麼意思 應還是得 我們就演話就好了 既然是得 得的意思就是可以或不可以 應就是一定要這樣 對不對 那很簡單還要講什麼 更何況莫名其妙弄個十三任 以後每個人都要十四任 十五任十六任 大堆莫名其妙 我就不懂 既然一月就提出邀請 對不對 你找個五天來申請會怎樣 你找個五天申請 他一定會有一大堆理由 這個辦法是三個月前 就已經訂了吧 對不對 早一點申請你會怎樣 你一定要在十五天前申請 我就搞不清楚為什麼 還有 他瞧不清楚 他自己說 他自己說 在交接政權前 他自己說 他絕對短期內不會去中國 對不對 不會離開台灣 香港是不是中國 是 香港是不是中國 是 香港不是中國 難道是中華民國